五黨籍參選人李信長 從今年四月份開始投入立委選舉 手筆劃的地方 全是他曾經走過的敗票地點 希望能夠打清名牌 貼近民眾的生活 國民黨長期在永和執政 對於在野黨而言 一直是最艱困的選區 如今目前有台聯立委周妮安 還有五黨籍參選人李信長 同時出來參選 對於民進黨來說 整合在野力量刻不容緩 11月4號在民進黨相關人士的協調下 兩人決定進行整合 依民調的結果 勝出著民進黨將全力相挺 既然已經兩個人都跳出來了 那一定要整合 要不然的話 等於是林德武會做所謂漁風之力 那所以我也很 我也很樂意 樂意跟周委員一起來做民調 輸的人就要退選 那而且這個我們已經有 有在民進黨東方黨部那邊 我們已經有簽署那個協議了 輸的人就退選 那這個話 如果是我輸的話 我當然就很樂意退選 然後呢 全力來協助周委委員 這個整合是希望說可以拿下在永和的這一席 這個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但是民進黨在整合的時候 對於所有的在野黨是不是有去找一起整合 那這個是值得我們再重新去思量的 那是主要就是會接受這樣子的一起的民調 是因為民進黨的這個來這邊熱心整合的人士呢 跟我們說如果這個民調勝出的話呢 民進黨會全力的來相挺 兩個人都有共識 如果沒有整合的話 對抗藍營長期在永和耕耘的立委 林德福將會更加艱困 民調結果將協調出人選 希望能夠整合在野的力量 明年1月16號的選舉中 新北市再奪下一席立委 中家新聞朱鳳志郭南宏永和報導